布迪房车市场萎缩,丰田旗下四门F2房 车宣布今年停产,随着SUV车型的热销,大幅挤 搭房车的生存空间,导致许多车款在近年都面临停产的命 运,作为日本主力F2前置后驱车款的丰田 A马克X也无法幸免,原厂为其推出分 二迪深特别型号,并确定要在201 9年12月停产这款销售长达51年的车系 这款丰田马克X是品牌旗下的四门F2房车 主要针对年轻族群市场,现行版本为地 二代,自2009年开始贩售,采用前置后驱设定 搭载2.5升与3.5升两种动力,能输出二 零三匹与318匹的最大马力,性能表现不俗 同 石油富有操控乐趣,优于日本房车市场萎缩的缘故 P 丰田决定停产这款运动化轿车,并为其推出 M8克X250S 250S 苏尔菲 纳尔迪深最终特式版本,外形上采用 18寸专属铝圈,定制的镀铬前保感 内装则采用红黑 双色皮革铺沉,并在多处加入红色缝线 营造热血车试分 为,动力配置方面,则是采用2.5升V6自 赶进气引擎,能输出203匹最大马力与24.8 公斤米最大扭力,配合上6速手自排变速箱,提供 后驱与四驱两种选择,具备10.0到11.6公里 按了平均油耗表现,前双AB,后多连杆悬吊结构 设定,赋予极为优异的操控表现,另外还有限量版本的 丰田MAR-KFC-RMN2,全车 系导入具备自我修复的车漆,换上低风阻导向的全车空力 套件,配备19寸轮圈,搭载3.5升V6 引擎,可以输出318匹最大马力与38.7公 金米最大扭力,搭配专用6速手排,两款最终特市车 以及一款限量版,将是丰田MAR-KFC-RMN2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们